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误入绅士殿堂 内于四大难得楷模经验亮相 诚意肖战竟成离谱及标杆 在绚烂多彩的娱乐圈画卷中 总有几位男星以其高尚的品格与优雅的举止 成为万众瞩目的璀璨星辰 谭吉子 不得不提四位顶尖男艺人 他们完美诠释了何为绅士之典范 首先 让我们聚焦于诚意 他以卓越的演技与独特的个人魅力 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与喜爱 在各类场合中 他的言行举止无不透露出深深的教养与尊重 与女演员合作时 他倾听细致入微 尊重知情易于演表 与女粉丝合影 他始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安全距离 那份羞涩与可爱 让每一次互动都充满了温馨与美好 如此绅士行为 不仅深深打动了粉丝的心 也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再来看邓魏 这位在娱乐圈中逐渐展露头角的新星 同样以她的绅士风度赢得了众人的赞赏 与女艺人共事时 她总能恰到好处的保持适当的距离 展现出非凡的绅士风度 在公开活动中 若遇女嘉宾因高跟鞋而步履蹒跚 她总能在旁默默扶持 既贴心又不过度介入 更有一次 面对女星礼服意外滑落的尴尬瞬间 她迅速而得体地侧身遮挡 并细心为景田整理裙摆 这一幕幕无不张显出她内心深处的细腻与尊重 提及朱易龙 她的名字便与镇魂之否等加作紧密相连 她身上那股温润如玉 谦逊有礼的气质 令人为之倾倒 在主持活动中 她对男女主持人截然不同的互动方式 深刻体现了她对分寸感的精准拿捏 面对男主持人 她大方得体地接过话筒 而与女主持人交流时 她则小心翼翼地握住话筒两端 尽量避免触碰对方的手 这种细微之处见真章的态度 令人赞叹不已 在叛逆者与消失的她等影视作品中 她与女演员的每一次合作都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尤其是在消失的她中 那一幕强行撕开女主角裙子后的迅速补救与关切询问 更是将她的温柔与谦和展现的淋漓尽致 这四位男星以各自的方式在娱乐圈中绽放光彩 他们不仅用才华征服了观众 更以高尚的品格与优雅的举止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与喜爱 谈及肖战不得不提的是2019年的热播剧陈情令 这部作品如同璀璨星辰 将她从昔日舞台边缘的默默角色 推向了万众瞩目的中心舞台 成为了新一代流量担当 其微博粉丝数的激增与超化社区的持续活跃 无疑是她人气飙升的鲜明注角 然而 这份庞大的关注度如同一把双刃剑 既为她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曝光与机遇 也让她时刻处于公众目光的放大镜之下 因此 肖战在公众场合总是格外注重自身形象的塑造 举手投足间尽显谦逊与谨慎 无论是递送物品时自然而然的双手奉上 展现出的满满尊重 还是在与女明星同台时刻意保持的适当距离 以避免任何可能引起误解的亲密举动 都彰显了她高度的职业素养与自我约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节目中需要牵手互动的环节 肖战巧妙地以拉起对方手表的方式替代直接握手 这一细节 无不透露出她深植内心的绅士品格 与对他人感受的细腻体察 在如与杨子同台领奖时 面对杨子宽大的裙摆 他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这一举动不仅是对同事的贴心帮助 更是其身世风度的又一次生动诠释 在娱乐圈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 不乏有人借合作之名 同行占便宜之时 但肖战等这四位男星却如同清流 始终坚守着个人界限 将每一次互动都处理 Data的既得体又充满尊重 他们的行为 不仅为同行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更向公众展示了娱乐圈中积极向上 相互尊重的美好一面 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 尊重他人不仅是一种美德 更是个人修养与魅力的体现 这四位男星 各自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与尊敬 值得我们为他们献上最热烈的掌声与赞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